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051集 陈青这家伙怎么 激净丹地等人看到秦晨的举动全都愣住了 心中焦急万分 这种关键时刻秦晨竟然去找上官古风的麻烦 太莫名其妙了吧 陈青 你做什么呀 激净丹地焦急得到 但是秦晨却是置若我们 该死 激净丹地恼怒 但是却没有办法 既然如此 诸位 随我阻止这一魔族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言并 激净丹地率先冲了出去 轰了一声 金色的火焰在他的身上绽放着 激净丹地像是化作了一轮金色的烈日 朝着魔灵冲杀过去 他不敢冲入到上官汐尔和士天魔主的战场 围巾之际他也只能对一魔族的黑影魔灵动手了 最好啊 能将他操控的祖魔血精给抢过来 此物乃是一魔族的重宝 若是被自己给夺到了 对进攻一魔族必然会有巨大的比喻 甚至有可能超越上官汐尔的修为 光是想想 激净丹地心中便是兴奋不已 啥 龙霸天等人也动了 目光火热地盯着祖魔血精 一个个身形如垫 狠狠地扑了 显然 抱了和吉净丹地一样的心思 全都扑向了魔灵所在 嘿嘿嘿 一群老爷 国葬 黑影魔灵目光一闪 冷横一闪 身上亮起了一道血光 顿时 祖魔血精上面光芒大声 嗡地一下 化作了一道护照 将它给包括在那里面 红龙一声 惊天的轰鸣落下 在护照形成的一瞬间 无数的攻击落下 诸多的巅峰五帝化作了恐怖的流光 纷纷地披在了奎阴体外的红色光韵之上 竟然吻死不动 嘿嘿嘿嘿 没用的 祖魔血精乃是无足重宝 就凭你们这些人类垃圾 根本破不开 黑影魔灵冷横一声 他手中一挥 嗡地一下 祖魔血精中 树地 弥漫出了一股害人的气息 一瞬间席卷开来 只听得扑扑声响起 急静丹地等人 纷纷吐血倒退 这祖魔血精的威力太强了 以他们的修为非但无法对魔灵造成伤害 反而是被轻易地轰飞了出去 一道道血色魔力在他们的身体中涌动 一个个眼睛血红 猙獰死后 只能疯狂地运转真元 将这血色的气息给排斥出去 噗 一口鲜血喷出 众人脸色苍白 神色萎靡 仅仅是祖魔血精绽放出来的气息 就已经令他们坚持不住了 这还怎么打呀 走 离开这里 急静丹地等人惊怒 纷纷地来到了大殿的门口 疯狂地进攻大殿通道 想要逃离此地 他们已经绝望了 一旦等上官汐儿等人能腾出手来 他们难逃一死 全都要死在这里 此时场上 上官汐儿和魔灵疯狂地针对士天魔主 急静丹地等人 则是再无出手的勇气 全力出手 进攻通道 要逃离此地 唯有秦晨与上官古风 冷逝在一起 老夫婆 咱们又见面了 秦晨冷笑 臭小子 你还敢找上门来 当初偷袭我飘渺宫 杀了一回事 救走傅乾坤的 便是你小子吧 从见到傅乾坤的那一刻心 上官古风便已经明白过来 当初偷袭飘渺宫的就是秦晨 网他们还以为是天地山主 只是他暂时还想不明白 慕容兵云后来为何会落入天地山主的手中 难道说面前这个小子和轩云帝国有着什么关联不成吗 可若是说有关联 为什么此次会出现在这里 而不见封少宇的踪迹呢 这些疑惑让上官古风怎么也弄不明白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秦晨冷笑 对上官古风充满了敌意 堂堂一巅峰武帝高手 竟出手挟持我飘渺宫一个晚辈 可耻 上官古风嘲讽说道 显然是说秦晨当初明明有实力从飘渺宫杀出去 却选择了挟持慕容兵云的事 想到慕容兵云后来的遭遇 上官古风便心头涌现怒火 秦晨自然不会解释 自己当时其实远没有现在这么强 娄婆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秦晨一声冷笑 手握着半月古剑 一团雷光在半月古剑上面抱涌而出 慢慢地凝聚成了一道雷光 剑身上无数的雷纹涌动 陈少 我来助你 傅乾坤冷恨 也是杀了过来 目光赤红 他对上官古风可是充满了恨意 该死 吞天魔剧 拦住他 上官古风单独面对秦晨一人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可是他看到了秦晨与女帝交手 并且将上官夕而击伤的场景 若是再加上傅乾坤 他干脆不如自杀算了 我 吞天魔剧面露犹豫 说实话 他现在已经完全懵逼了 古殿中发生的一切 令他自己的人生都产生了怀疑 哼 吞天魔剧 难道你还想救出你那老祖 你看到 你那老祖 根本就想提起你 不过是把你当成了替代品 若是他脱困 你根本无法豁着出去 只有跟着我们 才有一线生机 上官古风的话 让吞天魔剧彻底下定了绝心 他爆发魔气 阻拦向了傅乾坤 再跟着老祖是不可能了 为今之计 也只能继续地和飘渺宫 一条道走到黑了 看到吞天魔剧拦住了傅乾坤 上官古风不由地大松了一口气 哼 杀你 本少一人足矣 秦臣手持半月古剑 猛地杀了过来 轰隆一声 万道雷光射出 一片雷海电玉 树得散开 空间雷月 秦臣低贺一声 方圆数十丈之内 进阶被雷光包裹 整片天空下 化成了雷霆之海 并且老圆的力量 怪兽而来 让秦臣的实力 一瞬间爆炸 斩 他一箭斩下 剑光通天 顿时浩荡地剑气 如同一片汪洋一般 伴随着雷霆海洋 朝着上官古风 倾泻而下 上官古风 瞳孔咒索 心头有着强烈的 危机感诞生 头皮发麻 双目圆正 直接催动 头顶的原始中 轰然地 护住自己的头顶 嗡嗡一声 原始中 爆发出了 幽幽的钟影 浩荡的真元席卷开来 迷蒙的钟影 一下子化作了 十数杖口 将上官古风 护在了里面 浩荡见光 与通天钟影碰撞 无比距离 浩汗如汗 倾泻而下 天地间瞬间坍塌 一片真元波大 四叶茫茫 上官古风 被震得浑身军裂 张口吐息 可是 他死死撑住了原始中 艰难地 抵挡住秦晨的冲击 终生悠悠 如亘古永存 恐怖的冲击 变得更为复杂 向四面八方激荡着 众人 全都纵身 退开了数千米 惊恐地望着 那些侥幸 活下来的强者们 如极境丹地等人 都是骇然地 看着这一幕 心头惊颤着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吗 前有上官汐尔 高山扬指 后又有秦晨这等年轻高手 后朗袭来 极境丹地等人 只觉得苦涩万分 内心充满了失落感 哼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秦晨一声冷笑 倒是有些吃惊 上官古风竟然能抵挡住自己这一技 他这一技 融入了老元的力量 哪怕是上官汐尔 也要受伤 想不到上官古风竟然能够运用元始忠给抵挡住 不过 上官古风毕竟不是上官汐尔 秦晨不相信 他能一直坚持下去 元始忠乃是远古重磅 每一次催动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真元 并非永无止境 更何况 秦晨目光一落 左手掐动了手绝 只见到一道道符文竖的从他手中飞出 如同蝴蝶偏飞 落入到元始忠之声 嗡的一下 钟声悠悠 竟然有了一丝松动 什么 上官古风吓得魂都飞了 秦晨竟然在夺取他的元始忠的控制权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上官古风眼珠子瞪圆了 内心前所未有的惊怒 元始忠分明已经被他给炼化了 别说秦晨一个小子了 就算是上官汐尔这等半步圣经的强者 也别想强行夺取控制权 可是现在秦晨竟然做到了 一时间吓得他肝胆剧烈 灭无血色 汐尔 救我 上官古风再也保持不了镇定了 惊恐的喊他 在元始忠下面灭无血色 谁都救不了你 秦晨目光冷漠 加快对元始忠控制的争夺 此物乃是他当年所的 对其内部结构 禁止自然十分的熟悉 某种程度上 甚至还要超过上官古风 自然要进行抢夺的 不顾 不顾危险 上官汐尔正疯狂地压制至士天魔主 心中惊怒叫假 恼羞成怒 以他的性格 自然不会将任何人的性命放在心上 但是 上官古风 毕竟是他姑姑 他自然是无法释怀 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魔灵 加快炼花 蛤 魔灵盘膝而坐 浑身的魔气滔天 他也拼命 士天魔主的反抗令他极为吃力 不敢有丝毫的藏着 你们这些卑劣之人 这一位本魔主无计可施了吧 士天魔主咆哮 感到了强烈的来自炼花之力 他彻底发痕了 扑的一声 一口黑色的鲜血喷出 瞬间化作了一道诡异复杂的符文 这符文一出现 一股令所有人心计的波动 在这天地间涌现开来 伟大的愿魔之主 吾士天 今日 先祭无足血脉之生命 向伟大的愿魔之主祈求 大人降临吧 士天魔主 目光虔诚 竟然不顾上官夕儿的出手 朝着那无尽的虚空朝败起来 翁底下 顿时一股浩荡的黑光从他身上浮现 那一个个骨子绽放魔光 陡然大量 竟然将祖魔血精的烈化之力 都彻底的阻拦了 轰隆的一声 上官夕儿一掌轰在了士天魔主的身上 魔光浩荡 士天魔主身上的骨子闪烁 毫发无常 只有一丝丝的本源魔技 从他身上涌现而出 融入到了这虚空之中 什么 这士天魔主在做什么呀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静待 目露骇人 士天魔主在献祭自己的生命吗 这这怎么可能呢 他被封印了这么多年 狗言残喘的根本不像是一个能献身之人 否则也不会撑到现在呀 可他先前分明就是在说献祭他的血脉生命 这 众人 众人惊颤之中 突然一道惨叫声响了起来 众人急忙转头 就看到了吞天魔君一脸的惊恐 只见到虚空之中 一缕缕的本源魔气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中 而吞天魔君的修为 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 吞天魔君的气息瞬间变得无比的可怕 轰的一下 魔气暴卷 靠得最近的傅乾坤顿时被震飞出去 嘴角溢血 短短片刻时间 吞天魔君的气息竟然已经超越了场上所有人 魔威浩荡 吞天魔君像是一尊魔神 奥立在这个大殿之中 邪无敌之位 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我恢复修为了 我彻底恢复魔君修为了 吞天魔君震惊 可接着他又惨叫起来 因为他的身体在燃烧 一丝丝血脉和生命之力随着燃烧融入到了虚空之中 被未知的空间给吞噬 不 不 不要 吞天魔君惊恐地嘶吼起来 拼命争扎 但是无济于是 他的身体一点点地燃烧 一点点地消失 像是化成了养分 彻底融入到了这片天地 哈哈哈哈 武祖的后辈 既然你来了 就替本魔主献身吧 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伟大的冤魔大人 乃是你这辈子的荣幸 仕天魔主肆意地大笑着 壮若疯狂 不 老祖 为什么 为什么 吞天魔君的身体不断地消失 渐渐地只剩下了一个头颅 他惊怒地看着仕天魔主 终于明白过来 之前老祖脱困之后为什么拍了拍自己 并且有一股暖流涌入 这根本就不是在帮自己提升修为 而是暗中做了手脚 老祖 你好狠啊